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刚刚的这个照片呢 就是我们这个炒好的面的一个照片 我们本来把它要加在我们菜单上面 等于是就给到客户去展示的 然后呢米茶呢就给了三个哈 总共是三个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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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 但是后面这个男的呢 就是刚刚我拍的这个跟现在走了的这个车呢 他呢就是在这里吃了 吃了以后呢 对 他在车上 他刚才吃了以后 他说很好吃 然后他买了东西就在车上坐着 把它给他就吃完了 吃完了 然后可能隔了一两分钟 朋友进来 他说他想给婚他妈妈 他妈妈肯定会很喜欢 然后他说给钱我 我说不要钱了 这个是免费的给他们的 这是第一次的尝试 好有意思 我还以为这个油放多了 但是他们还是挺喜欢吃的 就是这个空拔 他以为是米茶的网吧 他丢到钱这里就想走 他给钱我 我说不要 这个不要 他丢到钱下来 他说给钱我 我钱包也拿过钱 我说不用 我说我有买饭 我有油乱死 很有意思 有人喜欢这个 就是觉得对自己的一种赞扬 然后感觉很好 他会返回过来 可能就是真的是好吃 就是他会返回过来 是吧 没必要这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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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如果不好吃 他就走了嘛 是的 大家好 我是茶米 今天是2021年9月23号 周四 现在是下午的7点13分 我已经在102高速上面了 往回家的路上了 今天呢 其实做的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也是记录一下 今天呢 就是米茶呢 已经把我们的 就是第一分钟唱 刚刚大家看到的炒面 我们把它去做出来 做了两份出来 然后给到了等于是三个客人去享用 看他们反馈回来的意见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扫描系统啊 就是一个调性码的扫描系统呢 我也在开始输入数据进去了 这样的话呢 以后用通过扫描机的话呢 就会很方便的 就是讲不用积价钱 这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吧 还有一个呢 也就是 应该说 怎么说呢 可能就是你的房子涨价了 所以说所有的东西也是在涨价了 我的车险呢 我跟米茶两个人 两部车的车险呢 在去年呢 只要三千出头 但是现在呢 就是要四千零四十块钱了 我们呢 这段时间呢 都是在不停的去问 不同的保险公司去询价 然后呢 就是我们也问了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的保险公司 为什么就是讲会涨价30%多 给到我们这个价格 他反馈给我们的意见呢 就是第一个 有一个就是看你的驾驶习惯的这个APP呢 我们没有去使用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正常的涨价 它们都是涨了百分之二十多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呢 就是讲呢 把这个APP去揭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讲 原来一直用的好好的 但是我这次呢 他提醒我 讲我们这个APP不再用的时候呢 我去看了一下 是 确实是不在活动状态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说也没办法了 只能是就是交这么贵的这个保险了 因为明天就已经到期了 我只能是就是先把这个保险先交掉去 就是我的车 两部车的保险已经涨价了 涨了百分之三十多 从三千出头现在到四千零四十 这也是就是讲 物价上涨 没有办法 应该是这样吧 因为我寻的这几家其他的保险公司 它们都跟我们说 包括我们一个网友 也是对我们帮助比较大的一个老移民 它也推荐了一家这个保险经纪呢给我们 是我们一直在汉式的 就是我三店这边的一个老牌的一个系人的保险经纪的 它给了我们的新建回复 就是说 我们的车鞋的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好的一个价格 也去去是比起别人来 我们这个价格是蛮好的 但是因为我们原来一直都是很好的一个就是 从来驾驶经验也这么长 而且安全驾驶记录也是很好的 当然这次就是讲可能是真的 就是全部的保险都是在涨价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 我们的保险可能也只能是跟着涨了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